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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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全部是假的被晨晨打了一顿还骂他笨他们立刻在做长事 这次进了大家以为有收获 可惜一位妇女的出现 他都立刻躲进衣柜里 最后夫妻俩发现了 他都晨晨立刻进屋向夫妻解释 说自己的孩子是傻的随便乱闯警求原谅 他们父子俩很失落在住宅区游荡 突然间全部的接家户户面临了停电 晨晨就推出他都快点快点快点进去其中一家偷窃 这次他都聪明了他偷零钱 在黄芒中他弄掉了 三日三多钟玉湖他的举动惊醒到屋主 男屋主把他抓起来 然后在殴打一直喊小毛贼 这也引起四周围村民的好奇心 虽然他都一直呼喊 爸爸爸爸 可惜晨晨看到了那么多村民过来围观 他自己也很慌乱 他怕了他狠狠的选择了离开 警察来到把滔滔抓了 他到年纪还小所以送去了感化院 晨晨去探望他 但是他不求不才 他还咬了晨晨的耳朵还怒骂他 我不想去投 为什么你一直逼我 晨晨很痛恨自己的过错 流泪蛮啥 耳朵肉体的痛永远比不上心里的痛 他走去河边自杀死了 他到几年后长大了 被释放了出来 他去了以前跟爸爸去过的地方 他很怀念脑海里一直浮现出 他跟爸爸一起玩耍的时光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小赌能够移情大赌 则能倾家蛋场 妻离子散 所以大家在这里奉劝大家 少赌为妙 不赌更妙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此为止 请大家按赞和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